嗨大家,歡迎來到沙拉馬森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我們的烹飪時間 大家好,又到我們主食時間了 今天我會分享給你們 如何燒蝦子 新鮮蝦子 沒有水 今天我要分享跟大家的一道菜 是無水的蒸蝦子 你們可以看到 我已經準備了一些老虎蝦子 我已經準備了這些老虎蝦 然後今天呢 我要用無水的方式來蒸 所以我會放一些 今天我有些蝦蝦子 所以我會放一些蝦子 這裡 然後我會放一些蝦子 我會放一些蝦子 放一些蝦子 白色的那一段呢,放在底部 然後菜的部分等一下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把蝦子放在上面 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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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放多多的蝦 然後我們就放多多的蝦 所以我們一定要吃得健康 我們要把我們的 免疫系統 加強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我會放一些蝦子 蝦子 還有蝦子 蝦子也很好 所以一些黃薑 跟薑 薑蒜 薑絲 放在上面 OK 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 不加水 不加水 不需要加水 然後我會用這個蝦子 用這個 有機的 醬油 醬青 淋一些在上面 所以我會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因為這是一個 雞蛋液的 雞蛋液 非常好 所以就這樣 然後 關掉蝦子 然後 把蝦子 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為什麼要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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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會幫助 温度更快 然後到 86.9C 然後 它會開始按 為什麼要蝦子擺放在上面 因為它會把 溫度 快速的提升 然後到86.9C 的時候 那個蓋口就會跳 當它跳的時候 我們就開小火 所以我會開始 5C 就是中火 然後 當它在上面 我會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3C 然後我們會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這個蝦子擺放在上面 8-10分鐘 所以我們會把蝦子擺放在中火 所以我們會把蝦子擺放在上面 2分鐘 所以當中火開始 5號 到它開始跳的時候 差不多是2分鐘 那當它跳的時候 我們就 開到3號 會取小火 當它是小火的時候 再蒸個 6-7分鐘 所以整道菜 整道菜 是差不多8-10分鐘 OK 所以我們會把蝦子擺放在小 然後 我會把蝦子擺放在10分鐘 60分鐘 謝謝 OK OK 好像你看 到 lowest 好 好 立刻 所以我把菜放在旁边的菜 所以我把菜放在旁边 所以我把菜放在旁边 所以这样子 如果人家是很忙 像是韩国人 你可以做这个 因为你把菜放在旁边 然后它会把菜煮熟 所以一盒 两盒 我刚刚看到 当你看到那个虾是差不多 80%煮熟了之后 你就放菜放在旁边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 事业女性是特别好 因为你可以一锅熟 你就可以放菜上去 然后你就又有 虾又有菜